他说我不会做代理的生意 这个英国的最大的自行车的连锁的通路告诉他 我协助你让你成为我能够代理的厂商 你没有品牌 我请英国最好的设计师帮你规划整套的CIS 所以这一个厂商只是一个很小的工厂 本来是十几个人 他免费得到的一个英国最顶尖的设计公司 帮他规划整套CIS 这一两年我不断的听到这家产业的消息 因为他们在自行车领域已经是非常具有知名度的厂商 这个期间不过经历三年的时间 谁呀谁呀 好事就可以讲名字了吧 对一家陈冠 陈冠 以非你的这一个品牌 哎呀讲名字都公司要消音了 怎么办 那 我想整体我们承载 比较多的责任是把产业变成是一个品牌 这是多年不断的在得奖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承载了一些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责任 所以有时候产业看到我们 都紧紧地抓住 因为那是他们的 速光 我知道得奖是一个过程 我从来不认为得奖是一个结果 它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在 当他这么小的企业 他没有能力去做国际的行销 他没有能力去挣脱OEM ODM的束缚底下 他唯一能够展现 他具备有设计能力的一个舞台 他可以用很小的金钱 让自己被看到 我承接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得这么多奖 有时候回头想想还蛮悲哀的 为什么 其实我如果是一个国外的设计师 可能得两个奖就被挖脚到那里去 我干嘛得77个奖 但是他已经是一种使命 对我来讲 得奖到现在而言 他绝对是一个使命 这是承载产业必须要被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 我期望有更多人 我知道学学虚懂也是这种人 我期望有更多的人 去协同这个事情 我想今天我难得 能够跟这个公务人员 具有权力的公务人员同台 非常非常的难得 我也期望声音被听见 我也期望国家站在我们一样的角色 去帮台湾的产业走出来 因为我们干嘛 使命参加那么多比赛 国内的大陆的美国的 其实就是我没有资本 我没有做一系列品牌的资本 去跟人家对价 我要在伦敦时装周上登场 可是我可以参展 那我只要一些很精美的作品 跟被看到 我就可以站在那个地方 跟大家说 I'm from Taiwan 这就是我为什么 努力把自己丢出去的原因 那这些东西其实讲来是很心酸的 对 那您已经都快要哭了 真的是 对所以 我就不要把它讲太心酸好了 总之呢 这些球又抛回到了政府的单位咯 对不对 那我们的心酸 是政府单位可以解决的吗 还是不是 盛先生您认为 其实我刚刚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公平的讲 你们讲的某些部分 绝对是政府的责任 可是大概有某些部分是 每一个产业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也得要靠产业自己的演化 想办法去解决 那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角色是说 怎么样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那我觉得这个环境 认知上面 就是要靠今天这样子的沟通 我觉得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其实 大概业界真正感觉到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觉得 我其实 我讲老实话 我觉得 我接触公务体系的经验 我们的感受是说 其实公务人员也都很希望做事情 当然外面会受到一些限制 那可是更重要的是说 不见得真的有这样子的机会 知道到底 因为我们有时候 听到的只是一些很灵心的 然后 这种声音或者是抱怨 可是不见得真的 有这样的机会 知道结构性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才觉得说 今天也很感谢徐董 今天办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座谈会 让两边有机会可以这样子来互动 那我相信说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会里面的同仁都在现场 大家也都在第一线听到 大家两位这么深入的去分享说 在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我们能够 我想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一定会尽量做 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沧通管道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 然后我们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我们回过头来检验 因为我觉得办这种活动最怕的就是说 大家这样谈一谈 然后三个月以后 什么事情都一样 大家还是回到了原点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浪费这么多人 整个晚上的时间 这是最没有意义的 可是我是觉得说 我今天听到了蛮多 可是我想我有一些 听到我现在还是脑袋 还是没有那么很明显的头绪 就是说可能那是产业自己的问题 不见得是我们能够 就是说行政单位可以去解决的 可是我只要是听到 我们能够解决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尽量去做 那么多接触 那么 总 之前 刚同 还 刚才 阻力 那 streaming 啊 安 晓人 呜 呜 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